在位于北京市永定路的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3所家属区里 住着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百岁老人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电磁厂与微波技术专家陈敬雄 1954年陈敬雄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并在工作中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冲锋在前赶挑重担 刚刚参加工作的陈敬雄与同事们一起承担了军用端波天线的研究工作 公关的日子里陈敬雄还向组织提交了参军申请书 他无比真实参军的敬礼 至今还珍藏着当年一身戎装的照片 陈敬雄常说 我要活到一百岁 见证我们党的第一个一百年 如今百年之约已然达成 这位爱长袍的院士依然在发挥着光和热 他与党的约定也将继续下去 这位爱长袍的宿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